国民党竹山镇党部 过去在主委张胜贤带领下 对地方事务发展贡献良多 日前在第36届第一次委员会中 张主委正式卸任 并将主委一直交接给先议员邮号 有议员也表示 将会尽心尽力来带领党部 让党部运作能够更为顺畅 各项规划也能有更好的发展 肯定过去张胜贤主任委员 对于党部这两年来 在经营的一个付出 跟辅选的一个尽心尽力 那未来来讲 我也结任主参政党部新一届的委员 第36届 那也期待未来在政党部这边 能够落实党籍系统管理的数位化 以及党籍的清查 以及活化地方党部 也期盼说未来 因为我也担任中常委的身份 可以成为党员以及党主席 最好的一个沟通桥梁 那希望未来主参政党部 在活动上都能够更多 那也能够说 让许多的重生统治 在党这个大家庭 能够获得最好的一个训练 以及发展 而过去国民党主参政党部 对地方上各项公共事务 也是极力协助 在先运游号接任主委后 也表示 将会持续投入 并连结各单位与资源 为地方民众来做更多的服务 过去以来主参政党部 其实在地方的活动的 一些公共事务的参与 其实都举办非常多的活动 包括物资发放 包括关怀 未来也希望说在党部这样子的一个那么好的资源 也能够持续的让许多竹山的民众都能够知道 包括未来也希望像是每周的法律服务 包括每一季的物资发放 包括红化基金会跟竹山政党部 以及民众服务社配合的一个急难救助 以及社会资源许多在竹山政党部这边与县府的连结 那这部分我责无攀贷 也希望说未来让竹山政党部以及竹山政民众服务社 共同能够服务更多竹山的乡亲 议长何胜峰也感谢詹主委过去带领党部 为党务及地方服务所做的贡献 也期许游议员接任后 能秉持先辈精神 带领党员持续为地方民众来做服务 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